民进党罗东政党候选人黄世超在竞选总部发表第二支的竞选影片 透过空拍影像让乡亲看见罗东出了哪些问题 而这支长两分钟的竞选影片名称就叫做看见罗东 医疗中心 博爱和圣母医院 歪斜复杂的道路规划 人车争道 交通依旧凌乱 看见罗东 我想罗东这十几年来 没有看见人家骄傲的公共建设 也没有几半令人感到感动的一个重大活动 都市发展 沿地踏步 公共授施严重不足 基础建设停滞 交通阻塞的问题更没有改善 那青年朋友的就位问题困难 我想这个商业的发展停滞 黄世操表示发表这支看见罗东的影片 是希望让罗东证明看到过去十几年 罗东发展确实出了问题 也强调黄世操已经准备好了要来改变罗东 十几年来罗东有原来的商业大政 认为比不上宜蘭市跟郊西乡的商业发展 所以我们看见罗东的影片 希望透过这个影片 让我们罗东所有的乡亲知道罗东需要改变 那罗东需要改变 轮为再度成为一个西兰的商业重镇 需要罗东的定名陶杰跟我一起来改变 这个改变在十一二十六号 用我们罗东定名陶杰的一票 让我们来共同改变罗东 黄世操表示后续他将推出 改变罗东的系列政策影片 要让罗东证明知道 他是一个有规划力 有执行力 能够解决问题 让罗东在线繁华的政长 宜蘭新闻记者14名 采访报导